来啊 你就你小兔崽子 你给我等着的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个兔子今天要干什么了 是不是你咬的 嗯 还他妈咬 啊 我就问你 你找茬是不是 啊 你他妈咬我线是不是 你他妈给我线咬了 啊我我拿你充电呢 查你菊花里边充电呢 卧槽你就这认错太多啊 能不能有点担当 能不能不要逃避 能不能直面你啃过的这根线 我又问你 啊啊啊 咬不咬了 咬不咬 像个智障一样 嗯现在 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啊 如果兔子把你唯一的 充电线给咬断了的话 嗯你们会怎么办 你要不要给他一拳 直接把他从 底板的缝里边 打到那个石里边 是不是不错 嗯 翻白眼 有没有点认错的态度 你 说你呢 死兔子一天天就知道吃 啥也不干 也不知道出回挣钱 啊 我就问你了 你你自己说养你有什么用 啊 你有啥用 你说话呀 知一声啊 啊 你别以为你不知声 我就放过你 又跟你说 你再不知声 你们说给他咬了 怎么样啊 你一天天你就得搞破坏 除了吃就是睡 还咬不咬了 嗯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嘿 他妈咬 操 这谁顶得入啊 啊 我 给你放到夜市上 我 拿你套圈 我给你套起来 啊 你给你买个项圈 带你出 你遛兔子 你怎么样 啊 我就拿这个手机充电线 遛你 啊 傻兔子 那行吧 嗯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啊 最后的最后 呃 兔子好像有点上火啊 你看他这个 他的左眼睛 稍微的有一点红 我是真的搞不明白 你上个奶门子火 啊 一根电线不够你啃了啊 我出去 买一圈电缆给你啃呗 要我上工地上扣个钢筋 给你啃行不行 啊 那玩儿接着啊 那玩儿啃着比较带干 我牙给你崩飞了我跟你说 行了不吃了 今天 今天啥也不给你吃了 啊 拎着耳朵就给你拎起来 服不服 我可以吃了吗 有点了 我给你吃了 我可以吃了